大家好 今集我們會講一下關於加拿大工作、出糧和在香港出糧的工資計法有什麼不同 大家在香港除了服務業或行業會用時薪之外 通常我們都會月薪多少錢 就算是有時薪的話 香港最低工資現在多少錢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 可能三十多四十元 但在加拿大這邊很特別 通常都是兩種 第一種都是時薪 都會有最低工資 這個我們一會再詳細說 但在加拿大很少說月薪 我們通常要是說時薪 要是說年薪是多少錢 但你找年薪是代表時薪不關你 其實通常不是 通常你年薪除 你都會知道你時薪是多少錢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時薪是多少錢呢 其實我覺得原因就是 因為在加拿大如果你要工作OT 照計它是一定會給你 所以你就要知道自己每個小時是多少錢 所以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當然就說回剛才說的最低工資 其實加拿大最低工資不是整個國家都是一樣的 最低工資就是看不同的省有不同的修訂 直到現在2020年究竟加拿大最低工資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我現在就說一下 那我就做了一個表 就是把最低工資由每個省 由最高的排名第一 一路一路排到最後第13 究竟現在加拿大最低工資哪個省是最高的呢 第一名呢 就是這個阿伯省的阿伯塔 那它就15元一個小時 15元一個小時 那第二名呢 就是安大略省的安大略省 就14元 那安大略省呢 其實這個14元是由2018年就開始實行的 它之前是11個多 那就實行到14元 那本身就是說 2019年就會加到15元的 那後來就沒有加到的 那所以到現在為止都是14元 好了 那接著呢 有三個省是13元以上的 那最高的就是BC省 BC省是13.8毫半 就是哥倫比亞 就是Vrancouver那裡 13.8毫半 接著呢 就是新北地區 New Territory 就是13.4毫半 就是很北的 接著呢 最後一個13元的就是 勞立武特地區 就是13元 就是13元 有三個 除了BC 這三個都是很北的 好了 接著呢 就有三個就是12元的這個價位 包括呢 包括呢 Yokon 浴空地區 12.7毫一 再來就是 Kewback 灰北克省 就是12.5 12.5 最後有12.2毫半 就是PEII 德華王子島 好了 接著就要數一些 最後123.4毫一 最後5個省 都是11個多 好了 最高 11 最高呢 就是 Manitoba 萬省 就是11.6毫半 Nova Scotia 11.5毫半 就是海洋 4省 其中一個 跟著就是 New Brunswick 新北倫瑞克省 就是11.5毫半 Newfoundland 和Nabrador 就是紐芬蘭島 就是11.4毫半 原來呢 最低工資 最低的地方呢 就是草原三省的薩省 就是11.32毫半 當然啦 如果看最低工資 Alberta就是贏的 那是不是搬到Alberta 就是最值得的呢 當然最低工資 是其中一個參考指標啦 那除此之外呢 都要看一下 那裏的物價 貴不貴 尤其是樓貴不貴 這樣 那可能 好像海洋數完三省 那些人工不是很高 但其實可能他的樓很便宜 可能就 其實都很輕鬆的 就會生活得很好 都不定的 那所以呢 而且 加拿大是萬歲之國 那那究竟稅收 不同省又如何呢 那我們下一集 就會看看不同省的稅收 哪個省最貴 哪個省最便宜 我們再提醒 好下集見 拜拜